大家好 欢迎收看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A股全日通 我是淳子 今天很高兴是请到了来自药材证券的A股分析师薛小姐 来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A股走势 薛小姐你好 淳子你好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A股今天的具体表现了 那我们也是看到整个大盘呢都是呈现一个下跌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么上证指数呢是跌6点 那么是报在3018点 但是还是稳守住了3000点的这个关口 那么深圳城市跌53点是报在10511点 那么护身300指呢跌13点 报在3243点 那么创业板指跌17点是报在2137点 那么薛小姐就要问一下你 你觉得护身两市可能之后的走势会是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们看到最近护身两市整体是呈现出了一个相对乐观的态势 那么近几天来呢 几乎是每天都呈现一个小幅小幅往上的一个趋势的 那今天早盘三大股指呢 是再度有一个小幅低开的趋势 之后并没有延续前几天一路上行的一个趋势 而是开始进行了一个震荡调整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板块方面来看呢 黑色金属在星期一领涨之后 昨日有一个小幅回落的表现 那今天是可以说是再度领涨大盘了 煤炭钢铁的涨幅是居前的 山西焦化大同煤叶呢 出现了涨停的局面 而华林钢铁也是再度实现了一个三连板 其他的关于三钢敏光 新钢股份和钢股份等一系列的钢铁板块 也表现是非常强势的 那么截止到收盘的时候呢 成交量我们看到是4685亿元 相较于昨天的4633亿元 是有一个温和小幅放大的一个过程 但是整体还是没有一个很大的涨幅的 那整体上来看呢 市场活跃度在最近一段时间里 是有所升温有所加大的 那么回暖的趋势也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结合这三天的一个整体趋势来看呢 我们看到周一是黑色金属板块 那周二呢 是中小题踩股的一个轮动 到了周三又回到了一个黑色金属板块来 说明存量资金博弈的一个局面 在现在表现的还是非常明显的 而量能方面呢 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释放 那这也是让我们投资者值得关注的地方了 接下来呢 近期国内我们看到是 机能有几组数据是连续公布的 那么出口回暖PPI降幅也是缩小的 这样的一系列数据呢 就使得说大盘在消息面上呢 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支撑 那可以看出国内的一个经济 整体上是好过于之前市场的一个预期的 就并没有那样的差劲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可以建议投资者 可以继续去关注 在星期五即将公布的一个 七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情况 去看一下近一面的 进一步看一下一个宏观经济的发展情况 以及今天将会公布的一个7月社会的融资规模 以及新增人民币贷款 这也都是我们值得去留意和关注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还是从技术面来回顾一下 今天的股市情况 技术面上呢 今天的一个户指开盘是位于20日线上方的 那么整体上来看呢 截止收盘的时候是形成了一根阴线 整体上我们回顾这6天的一个走势 会发现是6天五连扬 那么五连扬之后呢 今天就开始形成这样的一个震荡盘整了 那技术指标上来看 DIFF线其实是已经跟DEA线形成了一个交叉了 那么日K线的MACD绿柱也是有一个缩短迹象的 KDJ线也是同时在掉头向上了 那么短期来看 市场的一个回暖情绪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仍旧是我们刚才所言 在成交量方面缺乏一个增量资金的支撑和推动 同时呢 也缺乏一个比较大的一些利好消息的支撑 所以我们会认为呢 在短线上来看 仍然是需要在这几方面去综合衡量和考虑 来去预测下一步走势的 那么短线来看 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上方支撑位 也就是前几天的一个高点3056点 那么下方看一下 它是否会最近跌回一个3000点 也就恰好是今天的一个五日线附近了 投资建议方面呢 我们仍然是建议投资者去关注 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增量资金的变化 以及最近一个监管层的态度 再加上星期五即将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 去整体看一下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建议投资者近期可以去小幅提升仓位 还是在我们说的权重股跟题材股的板 一个板块轮动中呢 去寻找投资机会 那么关注了大师呢 也是来看一下板块方面了 那么近几个月来呢 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是有所回暖啊 薛小姐你刚刚也是提到 特别是这个黑色金属呢 那么也是一路的上行 那么今天呢 就是包括这个特钢在内的钢铁板块的整个呢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 那么对于钢铁板块的后视情况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近期我们看到其实钢架整体 它是处在一个比较不错的上升态势的 尤其是今天是再度领涨大盘了 那它主要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去分析它 主要是政策方面和一个实业层面的情况 那么政策方面呢 我们知道最近的供给侧改革呢 也是一个力度比较大了 那么供给侧改革一个去产能的情况 也是出现成效的 昨天呢 国家发感委就针对了我国现在钢铁去产能的一个情况 进行了一些舆论回应 表示我国现在已经采取了坚决有效的一个措施化 去化解一些过剩产能 并且成效正在逐步体现 另外呢 宝钢跟武钢近期也是双双发表公告 表示重组计划是正在推动中 那么市场就对于这样一个去产能的一个未来的预期 是比较升温的 也是整体看好的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周一银监会所提出的 关于煤炭钢铁行业 去化解过剩产能金融债权债务处置的 若干问题的一个意见了 那么这个意见就表示是支持债转股 同时是鼓励产业基金 同时呢 也提出对于主动去产能的一些企业 是给予一些金融意义上方面的支撑的 那比如说像东北特纲这样的违约企业 一旦资金面上得到一定的缓冲的话 辅顺特纲的一个股份就可以得到冻结 冻结就可以得到解冻 那么这样呢 就可能会赶上这样的一波上涨行情 去出现一个短期的交易机会的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实业层面来看呢 我们看到近期钢厂的一个停产情况是比较多的 首先就是7月份的时候 唐山由于抗震纪念活动 同时一系列的环保监管措施呢 是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大面积的停产和减产 还有呢 就是南方的7月暴雨造成的一个生产中断 跟运输中断 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个钢厂的产量下行 包括他们所出现的一些高炉的一个温炉情况 那么这一系列生产层面上呢 也是促进了一个钢厂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减少 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价格是有在不断上升的 那么你刚刚呢 也是提到这个宝钢武光呢 也是双双的发表这个公告 那么也是披露了重大资产的这样一些重组进展 那么有关各方呢 仍然在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呢 是进行了进一步的筹划和相关的论证 那么同时就有关事项与相关的监管部门呢 是进行一个持续的沟通的 那么于是呢 这个市场上对于首钢和这个河北钢铁合并的呼声呢 也是再度的升起 那么你如何看待这个钢 这个宝钢武钢的这个重组 那么对于市场关于首钢和钢的这个合并传 也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 我们看到近期宝钢武钢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传的比较热的 那么市场上也是得到了一个广泛关注的 首先我们看宝钢武钢整体的一个合并呢 它是有利于说央企国企做大做强这样的一个原则的 那么从业务层面来看呢 我们知道宝钢和武钢 它从业务层面来讲 现在可能更多的只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整合 而并不是实质性的一个钢铁的融合 那么目前两大企业呢 是各有一个千万吨级的一个项目了 是分别是湛江钢铁跟防尘岗项目 那么这样的两个项目呢 其实现在都是位于北部湾地区 相距的一个距离也是非常接近的 那么他们在产品定位跟区域的一个市场区域定位方面呢 就有一个比较大的重合了 如果两个企业真的能够在未来实现一个重组之后呢 那他们就可以去进一步优化一个产品结构 从而避免重复建设 强化市场定位 那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方面去合力发力 去开发一个华东地区的华南地区的一个市场 从而加大他们的竞争力 那从这一方面讲呢 业务方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层面 那么行业层面再来看呢 目前武钢股份 我们知道它在国内做硅钢是做的最大的 那它跟在这一方面是跟宝钢有一定的竞争关系的 如果两家企业能够做到重组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这一部分的一个竞争关系得以消除 也使得这样一个产品的定价 在未来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话语权的 那么整体上来看呢 其实宝钢五钢整体的一个合力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与此同时呢 也是会可能对未来 比如说像沙钢这样的一些优质民企 是造成冲击的 所以我们会认为 在接下来的一个发展中 民企也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抱团的方式 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钢铁行业中 加强自己的话语权 那关于首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们认为首钢跟和钢的一个合并 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主要是由于这也是对于说 一个行政主导力量下的一个去产能 比较良好的途径 可以去将一些废弃的产能收归母公司之后 再加以消化 但是就我个人觉得 沙钢跟和钢的合并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他们毕竟是北方的两家比较大的地方国际企业 那么他们涉及到的一个利益就比较众多了 关于人员的配置 关于地方税收的问题 所以将真正去执行下去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 它的一个难度的一个力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还是需要去进一步观望的 那么关于在风险方面呢 我们看到整体最近钢铁的一个价格 它的一个风险方面也是比较有的 所以从投资建议方面来讲呢 大家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近期的钢价的整体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整体来说 去产能的一个产能 它并不是有那么高的一个预期存在的 截止7月底的时候 钢铁煤炭行业的产能呢 去产能情况分别完成了 全年任务的47%跟38% 那么就整体上来看呢 也并不是非常理想的 同时呢 钢价回升也导致了不少的钢厂 是采取了一个复工的态度 包括唐山现产也已经放开 产量跟库存都是有所升温的 那这个也是值得投资者 在未来去投资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层面 好的 感谢薛小姐跟我们做出的详尽分析 希望薛小姐的分析呢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么薛小姐刚刚我们所涉及到的股份 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